人类居然因为嘴尖被灭族了 这是一个人类几乎灭居的世界 同知世界的则是各种各样的异形生物 而这个哥雷姆则是森林的守护者 他的职责就是保证森林的存续 观察一切动植物 但不干涉任何自然法则 真正一千年的寿命就是这么过来的 但哥雷姆从来没有怀疑过自己存在的意义 直到有一天 他巡视森林的时候 发现了一个人类小孩 小女孩看到哥雷姆之后 就直接喊了一声爸爸 于是哥雷姆就喜当爹 开始带着白鸡的女儿四处旅行 寻找他的人类亲人 他给小女孩取名索玛丽 索玛丽生性活泼 非常不让老父亲省心 看到个蝴蝶兔子都想追上去 这一天他们来到一座城镇 城镇里也到处都是乙行 在刚进去 索玛丽就看上一只猫猫 结果撸了一会儿 就回头告诉父亲说饿了 于是格雷姆带他去餐厅吃饭 服务员端上了一份招牌豆龙鱼饱饭 看卖一项简直惨不忍睹 不过索玛丽还是乖乖吃了下去 白鸡丽还挺好吃的 还贴心的要给爸爸也来一口 但格雷姆这种生物是不需要进食的 他们只需要有阳光和水中的行动 周围的客人一听说 他是格雷姆纷纷惊讶起来 因为这种生物 一般只会待在司令里不出来 难得能在外面见到活的格雷姆 不愿好奇的问他们来这里干什么 格雷姆就告诉他们自己在找人类 一听到这个词 周围的一些异形 哈拉子都忍不住流出来了 为什么人类消失了 热心的服务员开始讲解 其实在很早以前 他们异形和人类互不相识 直到有一天 一个人类来到了他们的村庄 两个种族也因此开始交流 可后来他们知道 人类在背后管他们叫异形 还嘲讽他们长得恶心 异形们听说后就很烦恼 这些人怎么喜欢以貌取人呢 觉得他们明明很弱 偏偏这么执拗且脾气中 最终双方互相看不惯 激起了一场庞大战争 弱势的人类转眼间就败北了 并且不知不觉消失了踪迹 以前还流行狩猎人类 抓起来当宠物养或者吃掉 搞得人类越来越少 一旦露面就性命不保 所以格雷蒙一直把苏玛丽 伪装成牛角族的小孩 绝不能让别人知道他是人类 为了不引起别人的怀疑 还在苏玛丽住在了旅馆 别看这个老父亲嘴上 说自己摸的感情 其实还是贴心的 帮苏玛丽缝衣服 听到外面有人经过时 立刻捂住苏玛丽 那张急急扎扎的嘴 等着离开后再放下心来 苏玛丽感受到了 爸爸刚才那一瞬间的僵硬 知道他肯定是着急担心了 还为自己抓住了 爸爸的弱点而得意 第二天两个人收拾好东西 准备外出购物 苏玛丽第一次来到城镇 看什么都新鲜 可每次想多停留一会儿 就被格雷姆催促 两个人一起来到了 一个收稀有矿石的店 格雷姆正在跟老板讨价还价 这老板还想忽悠他 低价收购他手上的晶体 殊不知 格雷姆那个通过眼睛 看透万物的本质 一眼就看出了 这家店里有80%多是宴品 他为一些店主 要是不玩正常价和自己交易 就把这事输出去 店主只能不情不愿地 扔出一袋钱币 收下了格雷姆那个宝贵金石 然而格雷姆刚准备带闺女离开 就发现苏玛丽 不知道什么时候不见了 原来刚刚苏玛丽 又看到那只猫 就忍不住追了上去 一直跟他一条银色的小巷子里 等回过时来才发现 自己陷入了危险 那只猫猫要跑出来 跟他打了成招呼 原来并不是真正的猫猫 而是一只异形 猫猫也觉得 自己让小女孩迷路了不太好 就跟他聊了起来 苏玛丽自来熟的开始撸猫 把小猫咪摸得 发出呼噜呼噜的叫声 突然那只猫 竟然是察觉到了什么 感觉闻到了苏玛丽身上 一股非常好吃的味道 刚准备仔细憋忍一下 格雷姆就现身 把闺女抱了起来 现在猫猫把腿就跑 为了避免苏玛丽的身份暴露 格雷姆也很快地 在离开那所成诊 而这只猫 把这件事告诉了餐馆的客人们 打出去不以为意 谁也没把苏玛丽 往人类身上想 旅行路上 苏玛丽好奇地问格雷姆 为什么他可以那么快找到自己 格雷姆就告诉他 自己观察了他的行动 他只有在看到 感兴趣的东西时才会离开 所以就顺着这个招 格雷姆无法理解 苏玛丽的感情 只能够过观察和分析 不过他不希望 以后再发生这样的事 就乐令苏玛丽 禁止擅自离开自己身边 说着还朝他伸出手 让他牵着自己的手 这样苏玛丽 什么时候离开他 就能及时察觉了 这天格雷姆和苏玛丽 露宿在森林里 只能就地取菜搞定食物 格雷姆给苏玛丽 做了一条烤鱼 每每享受烤鱼的苏玛丽 却忍不住为老父亲遗憾起来 不能体验美食 真的是太绝望了 很快 烤鱼的香味吸引过了两只兔子 毛绒的小白兔子 被苏玛丽抱在怀里 另一只小灰兔 在和格雷姆交流起来 格雷姆正在向他询问 下一座城里该怎么走 这是作为森林守护者 格雷姆的特有能力 突然小白兔 从苏玛丽怀里蹦了出去 为了追兔子 苏玛丽一不小心摔趴在地 还把腿给伤到了 可他们随身的药已经卖完了 恰在此时 一个小鬼族少年 一般喊着有人需要药吗 一边走了过来 其实他刚刚就已经在注意到 这对奇怪的妇女了 上前帮苏玛丽查看了牲口 然后掏出一瓶外伤药 涂在伤口上 但这只是应急处理 先好得快 还需要再仔细处理一下 比较好 要即使静野就邀请他们来自己家 其实就是想趁机 研究一下格雷姆的身体 他们家就住在森林的树屋 没想到两人才刚进去 就遭到了番茄的攻击 这是个静野一起住的八住 番茄也是用来招呼静野的 躲过了八住的追杀 静野又仔细帮玛丽处理的伤口 很快他就能跑能跳了 看到静野忍不住感慨 小孩子还真有活力 玛丽疑惑的问 难道你不是小孩子吗 一旁的格雷姆解释 小鬼就成年后体型也很小 不过相对的 更善于用智慧 毕竟浓缩的都是精华嘛 而八住为了表示歉意 也帮他们准备了丰盛的餐点 吃饭时 格雷姆请求静野教他制药 静野很轻易的同意了 但作为交换 他想要格雷姆身体的一部分 这自然是为了制药的研究 于是格雷姆毫无忧意 从手臂上取下一块递给他 知道父亲是为了自己 才想学制药的 索玛丽心里有些故意不去 便在格雷姆和静野 学习制药的时候 也努力帮八住做一些家务 经过这一些些的相处 静野也发现了一些断倪 格雷姆全身都裹得严严实实 相必是为了防止表皮继续脱落 想到这里 他有些自责当初 对格雷姆提的要求 格雷姆却并不在意 又回头说 他的表情和索玛丽 在森林里摔伤是一样 周着脸上肌肉痙磷 眼眶逐渐湿润 一看到这副表情 他就感觉自己无法思考 胸口处也平静不下来 格雷姆不希望索玛丽 再流露出那样的表情 所以无论如何 都想学会制药 一块表皮而言 所以学会是很划算的 静野听到这番话 就意识到 格雷姆所说的是心痛的感觉 众所周知 格雷姆是没有感情的 现在他为了不让索玛丽 哭泣而如此努力 真是一位温柔的父亲啊 不知不觉 快要到了离开的日子 格雷姆将索玛丽 洪水下去 和静野扒出唠壳 他们很好奇 格雷姆为什么 会带着索玛丽四处旅行 于是格雷姆脱下了外套 露出了那副 变不生痕的身体 原来格雷姆的寿命 有1000年 而他现在 已经活了998年 0253天 只剩下一年多的生命了 在想在自己的生命结束之前 帮索玛丽找到真正的父母 这场旅行 其实是一场离别之旅 索玛丽对此却一无所知 连静野都感觉 这太残忍了 毕竟 他们两个外人都能察觉到 索玛丽在格雷姆身边的时候 看起来真的非常幸福 第二天 双方告别 格雷姆拉着索玛丽的手 再一次踏上了旅途 经过了长途跋涉 两个人终于又来到了城镇 这里名叫以穴镇 是在沙漠里繁华的城镇 他的街道 就像以穴一样交错纵横 据说一旦迷路 就再也出不来了 索玛丽吓得赶紧拉住爸爸的手 保证自己再也不乱跑了 结果趁着格雷姆换钱又跑了出来 还遇到一只独眼狼 那副凶神恶煞的模样 又把索玛丽吓过来格雷姆身边 格雷姆带着那些稀有矿石 在这里卖不了多少钱 他们剩的钱也不多了 刚好去吃饭的餐厅 最近缺人手 店长本来想让自己的儿子帮忙的 但这小子天天只想着跑出去玩 店长的儿子齐齐拉 也为有一个同龄朋友而开心 两个人很快玩到了一起 格雷姆和店长也暂时放下心来 不知不觉餐厅已经到了饭店 为了展现自己的能感 格雷姆一上来就给他们整了个活 双手端着六盘菜 看到客人一阵心惊肉跳 生怕自己今天的饭就这么掉了下来 格雷姆表示 自己已经计算了料理的重量和重心 绝对不会掉下去的 老板忍不住吐槽啊 你这样去街头卖艺肯定赚更多的钱 紧接着格雷姆为他们介绍了 每一份餐点的具体数值 包括卡路里 蛋白质 芝芝等 店长赶紧打断他 让他不用介绍那么仔细 客人也对这个新来的服务生很感兴趣 但还是第一次见到格雷姆服务生呢 问他为什么会来这个地方 格雷姆就坦证告诉他们 自己是为了寻找人类才踏上旅途的 没想到这两个人刚好在之前 听旅行者提起过 说在沙漠的西边镜头见到过人类 不过沙漠可不是那么好穿越的 格雷姆感谢他们提供的情报 一旁的杰奇拉一问苏玛丽 旅途结束之后 还能不能再来他们家玩 苏玛丽这才是道 原来他们的旅途是会结束的 这样他心中产生了一次难过 而格雷姆已经在为穿越沙漠做准备了 想要做过装备还差一些盘产 于是他更加努力的工作了 苏玛丽想跟他说句话都忙得不可开交 而且他也不允许索玛丽 跟着杰奇拉去外面玩 老这么拘着孩子也不是回事 直到这一天 店长让杰奇拉出去买点东西 表示可以带着苏玛丽一起 奇奇拉也保证 自己一定会保护苏玛丽的 格雷姆便同意让他跟着出去了 只是天黑之前一定要回来 两个小朋友就这么快快乐乐的离开了 买完东西后 探助大叔还送了他们两个烤苹果 结果吃着吃着 苏玛丽就哭了起来 因为他觉得爸爸可能不想要自己了 所以他在想攒钱快点结束旅行 旅行一结束就离开自己 可他想一直跟爸爸待在一起 为了安慰气不成声的苏玛丽 奇奇拉就告诉他 格雷想叶绝花起源 这个小镇有种生长在地下的花 据说只要在她酷尾之前 带她回家就能实现愿望 苏玛丽立刻警救奇奇拉 带自己去找那种花 殊不知两人的对话 全都没头独眼狼给听到了 没想到在这个沙漠小镇 居然也有如此美丽的景象 两个人来到地下后 看到的就是各种发光植物 在这个黑暗的世界里熠熠生辉 这是奇奇拉好奇的问 苏玛丽和格雷姆是什么关系 据他观察 这两个人完全不像妇女 苏玛丽却表示 爸爸就是爸爸 危险的时候会保护自己 怕走散的时候会牵着自己 睡不着的时候 还会给自己数星星 所以格雷姆就是自己的爸爸 花音刚落 上空就落下了一群星空蝴蝶 这些蝴蝶以夜绝花花粉为食 只要跟着他们就能找到夜绝花了 苏玛丽一听立刻飞盘而去 果然看到了大片大片发光的夜绝花 为了实现自己的心愿 他要找一只最大的 总算找到了 就想赶紧把它挖出来 然而下一秒 面前的大蘑菇 突然睁开了无数眼睛 想要对索玛丽发动攻击 关键时刻 一只飞刀射了出去 蘑菇立刻逃窜离开 而救了索玛丽一命的 居然是一头独眼狼 奇奇拉一看的独眼狼 就激动的喊来生师傅 别看这头狼这么凶神恶煞 其实是个好人 而且还管理着 以血镇地下世界 负责帮忙 想要进入地下世界的人带路 以及防止奇奇拉 这样的雄寒的闯进来 在几个人说话的时候 索玛丽好不容易 才得来那朵夜绝花 巨人已经开始枯萎了 原来这句话 都是靠图厄秘书的树根 供给养分的 小树所能提供的养分 十分有限 所以这为夜绝花的生命力 也会很弱 想要找到生命力强的夜绝花 必须先往中心区域 找到最大的图厄秘书 不过先往中心区域的路 又复杂又危险 独眼狼说什么也不肯带他们去 可索玛丽还想实现自己的心愿 想要踩到一只最大的花 独眼狼就问他 即便无法保证 你们的安全也想去吗 索玛丽坚定的给出了肯定的答案 这份坚持也终于打中了独眼狼 终于愿意给他们带路了 独眼狼之前给一位学者带路的时候 曾发现过一棵很大的图厄秘书 如果是那附近的话 应该有足够的生命力 在枯萎之前带回去 经历了重重艰险 竟然终于来到了那棵树前 果然这里的夜绝花 开得更大更美 索玛丽赶紧挖了一树 准备带回去 就在这时 一头距离的土西一突然袭来 索玛丽和杰奇拉都被困在了那附近 这样的生物 基本是独眼狼的连弩也派不上用场 为了保护玛丽 此时的杰奇拉已经炸起猫发 发出了嘶吼声 索玛丽开始对土西一展开话聊 表示自己真的想要这座夜绝花 她想实现和爸爸永远在一起的愿望 听到这句话后 两只小蜥从土西一头上爬了出来 他们似乎在交流着什么 最终土西一似乎被这对妇女之情打动 带着自己的孩子缓缓离开了 队囊连忙走过来 先是称赞了奇奇拉的勇敢 然后告诉他们 土西一是图案秘书的主人 也是花的守护者 既然他们愿意放过索玛丽 也说明他接受了索玛丽的愿望 就这样 几个人来在这 好不容易来到了夜绝花 回到了餐厅 索玛丽开开心心的 向格雷姆展示那段话 还没有来得及说出自己的经历 格雷姆就开始责怪 他为什么擅自绕远路 为什么没有在天黑之前回来 那严厉的语气 让苏玛丽的心情瞬间跌到谷底 紧急着就听格雷姆说 以后要是再散至行动 旅途就到此为止 听到这句话 苏玛丽再也绷不住了 扔下花就跑上了楼 奇奇拉上来敲门都敲不开 楼下独眼龙将来龙去脉 告诉了格雷姆 请一朵花捡起来 放在了他的身边 提醒他 身为父母还是不要他人 还在伤心比较好 格雷姆看着花儿沉思两久 这时奇奇拉急急忙忙跑下来 告诉他们苏玛丽发烧了 可店里只有奇奇拉 他们这个种族能吃的感冒药 店长便煮了一份粥 格雷姆断着粥上去 想让苏玛丽吃下 苏玛丽都说了自己不想吃 还非得喂 结果喝了一口 直接吐了出来 随之流出来的 还有苏玛丽的眼泪 看到这一摸 格雷姆早已无法冷静了 黎姆跑出去 帮苏玛丽买药 他这才是到远距离的不行 再加上精神上的打击 苏玛丽幼时的身体 居然承受了这么大的负担 可他却一直没有发现 为了不暴露苏玛丽人类的身份 格雷姆告诉店长 自己要买所有种族的通用药 但那种药非常贵 他毫不犹豫逃出了 自己为穿越沙漠攒的旅行费 喝了药之后 苏玛丽的身体终于有所好转 并且真真地睡着过去 格雷姆却依旧自责 店长在安慰他 只是少没有完美的父母 就连他有时候都会犯错 不过如果他犯错了 会好好的对齐齐拉道歉 让齐齐拉知道 父亲是爱着他的 这样父母和孩子都会成长 格雷姆这才真实地感受到 自己跟苏玛丽的关系 就是父母和孩子 于是当苏玛丽醒来之后 他就告诉了他接下来的行程 还要继续在这里工作一段时间 苏玛丽得知 为了一个自己埋药 格雷姆把旅行费全部花光了 非常的内疚 格雷姆却表示 路费可以打工整 但苏玛丽是无可代替的 这句话彻底解开了苏玛丽的心结 普敬怀里对格雷姆道歉 格雷姆也说出了自己的不对 父女俩的关系终于重归于好 苏玛丽就问老父亲 就算旅行结束了 是不是也会一直跟他在一起 而格雷姆明知道不可能 可还是给了他一个肯定的答案 终于到了分别的日子 齐齐拉哭着和苏玛丽告别 苏玛丽一应从格雷姆那里得知 就算旅行结束 他们也不会分开 所以放心的对齐齐拉承诺 到时候肯定会回来看他的 没走多久 格雷姆和苏玛丽又来到了新的城镇 这里也是旅行者聚集的村落 店里的一位客人看出来 他们也是旅行者 就送了他们一杯酒 祝他们旅途顺利 不愿解释 这是村落的传统 据说在村子还没建成的时候 火山口里聚集了数位旅人 其中就有一位爱酒之人 把自己的酒分给了大家 神奇的是 那之后所有旅人都走出了沙漠 冲到之后 这里的居民便会给旅人赠酒 祈祷他们能够顺利的穿越沙漠 听完之后 苏玛丽一直想尝尝那杯酒 但他年龄太小了 格雷姆说什么也不给他喝 只能突而求其次 想点一下冰淇淋吃 没想到最后一份冰淇淋 刚被这个大小姐点走 一大一小就开始争吵起来 这时大姐姐的同伴走了过来 四个人干脆拼了个招 在格雷姆和那个海拉托聊天的时候 大姐姐乌佐伊注意到了 苏玛丽眼巴巴的目光 就把自己的冰淇淋推给了他 海托拉告诉他们 自己旅行是为了治病 他们两人的关系 也是不是妇女圣死妇女 得知格雷姆他们 为了寻找人类要穿越沙漠 乌佐伊就主动提出 可以乘自家的马车 刚好格雷姆正在烦恼 怎么解禁苏玛丽负担的事情 双方就这么约定好了 然而等乌佐伊和海托拉回到旅馆 乌佐伊就直接告诉海托拉 那个孩子是个人类 毕竟他的身上 有这个海托拉一样的味道 没错 海托拉也是一个人类 而乌佐伊让格雷姆和苏玛丽蹭车 也是别有目的 但这些事情 那两人还都一无所知 第二天 他们就毫无防备的上了他们的马车 没事的才刚走了一段路 就遇上了沙漠龙卷风 龙卷风中 还有一些生物在不停的接近他们 这就是传说中的莎莎 好在乌佐伊一枪就将莎莎击退 他们也趁机远离了这片区域 四个人在沙漠里也经历着重重困难 终于来到了一处洞序落脚 在抓会发光的重座灯的时候 乌佐伊和苏玛丽就了解了各自的监护人 原来乌佐伊和海托拉 共同躲过了很多地方 他同样也离不开海托拉 就像索玛丽离不开自己的爸爸一样 索玛丽特别开心的告诉他 他们俩都是一样的 开始这么活不可爱的小女孩 也想到自己接下来要做的事情 乌佐伊就有些愚心不忍 可为了海托拉他必须做 另一边 格雷姆和海托拉正在一起搭帐棚 格雷姆就趁这个机会 问他有没有听说过那个传言 说有人在沙漠西边看到了人类 海托拉表示不太清楚 接着问他们为什么要调查人类 是不是跟索玛丽有关的 格雷姆自然是不愿意多说的 生怕暴露玛丽的身份 这时 乌佐伊和索玛丽带着萤火虫回来了 刚好海托拉用力咳嗽了几声 这几声咳嗽 以让乌佐伊彻底坚定了自己原本的打算 又带着索玛丽出去打水 然后在河边将他摁在身下 与此同时 海托拉也问格雷姆 索玛丽是人类吧 说完后 又拿起面具亮明了自己人类的身份 告诉他自己是为了治病 才到处旅行的 希望他和自己一起阻止乌佐伊 因为乌佐伊 想有索玛丽的血为他治病 一听到这个 格雷姆立刻就慌了 两个人快不着河边跑去 此时的索玛丽也挣脱了乌佐伊的束缚 结果一番挣扎居然掉进了河里 看到在水里不能扑通的索玛丽 乌佐伊有些愚心不忍 最终还是跳起又将他救了上来 还用翅膀帮他取暖 告诉了索玛丽 他和海托拉的事情 因为海托拉生了很重的病 但是人类几乎灭绝 根本就没有治疗人类疾病的药物 乌佐伊就想着 喝下健康 人类的血说不定能够好 所以才对索玛丽动手 话音刚落 格雷姆和海托拉就找了过来 看到格雷姆把目光转向乌佐伊 苏玛丽立刻挡在他身前 表示是乌佐伊救了自己 因为那一瞬间的心软 乌佐伊没能抓住解救海托拉的一切希望 痛苦和自责 让他抱着海托拉气不成声 不过两人都已经知道了错误 格雷姆和苏玛丽也不打算在追究 晚上那个小朋友的帐篷里睡觉 格雷姆和海托拉就坐到外面唠嗑 海托拉还说出了 连乌佐伊都没告诉的秘密 为什么身为人类的他 脸上会长出羽毛 那是因为在很早之前 他吃了乌佐伊的母亲 当时他和妻子女儿一起居住在人类的村落里 结果有一天 他的村子被艺人族袭击 很多村民都遇难了 海托拉一家则躲在了洞穴里逃过一劫 可洞穴里没有水也没有吃的 没过几天 他们就快撑不下去了 海托拉只能一个人出去觅食 发现了落单的蚁人族 也就是乌佐伊的母亲 他只是出来帮女儿采摘一些果子的 可心怀仇恨的海托拉 却直撑到背后偷袭了他 并把尸体带回了洞穴 在这样的世道中 喜要生存下去 就只能泯灭人形 于是三个人喝他的血 吃他的肉 然而刚咽下去 海托拉的妻子跟女儿 就浑身长出羽毛痛苦而死 他自己却只是右眼变异 最后急急般的活了下来 还遇到了来洞穴找妈妈的乌佐伊 所以海托拉一直觉得 自己没有资格做乌佐伊的家人 殊不知这一切 都被帐篷里的乌佐伊听见了 他这才知道 原来自己一直都被骗了 但他没有去质问海托拉 第二天 也只沉默地坐在马车里 没想到 他们又一卷了沙漠龙卷风 乌佐伊和苏玛丽二人双双被卷走 不过格雷姆能够辨别风的方向 等龙卷风一结束 他们就寻着那个方向去找人了 在刚注意到苏玛丽和乌佐伊的身影 就看到一只巨大的迅足鸟 正在追着他们跑 这种鸟生气凶猛 只不能贸然进入他的领地 格雷姆就逃出猎枪 准备先引用他离开 让海托拉去抓住空隙救人 结果刚准备开枪 就看到海托拉直接冲了出去 用他自己作为右耳将迅足鸟引开 格雷姆也安全来到两个孩子旁边 他知道海托拉是想要这种方式输碎 海托拉的身体 原本就已经是强弩之末 最终还是坚持不住的摔爬在地 眼看迅速鸟的触手就要插入他的身体 关键时刻居然是乌佐伊挡在他身前 用尖利的手掌 将那些触手尽数削短 紧急着格雷姆松背后开枪 迅速鸟吃痛迅速逃离 与此同时 乌佐伊揪住了海托拉的灵子 别一个人擅自结束了 我绝对不会原谅一死来逃避了你 然后质问海托拉 为什么留在自己身边 海托拉就告诉他 自己这条命是为了他而活 既然如此 就只为了我活下去 乌佐伊哭着冲到后道 海托拉曾经犯行的罪过 也将会用余生永远守护的乌佐伊身边来还 横梗在他们之间的心结终于全部解开 接下来的旅行也更加轻松愉快了 只要这样的进度 明天就能穿越这片沙漠 在路上 格雷姆又提醒了一个传闻 他们是听说有人在沙漠边缘这道人类才过来的 可看到现在这种情况 很难遭遇到幸存的人 而格雷姆深深的裂痕也越来越严重 某种程度上来说 他和海托拉其实同病相连 都是在生命所剩无几的时候 遇到了想要守护的人 不知道这一点的海托拉还很羡慕格雷姆 还有很长时间能配在索玛丽身旁 于是格雷姆就告诉他 自己的生命只剩下三百多天 毕竟同是天涯沦落人 海托拉就说出了自己知道的信息 据说沙漠边缘有一个汇聚了全世界知识的村落 去那里的话 说不定能有关于人类的信息 格雷姆当即决定要朝那个村落进发 这让海托拉有些感慨 这个世界上已经没有人类的容身之处了 而在格雷姆身边 索玛丽作为人类也能黯然入睡 每天都能喜笑颜开无忧无虑 这又何尝不是一种幸运 听了海托拉的这番话 格雷姆一直沉重的心终于轻松了一些 虽然不知道能不能守护到索玛丽到最后 但他已经尽机所能给索玛丽最好的生活了 第二天 几个人来到了沙漠边缘 也到了分别的日子 格雷姆带着索玛丽前往那个知识村落 吴佐伊和海托拉继续寻找治病的方法 这个村落看起来 比他们以往待过的任何地方都要繁华 里面还有一个汇聚了所有知识的图书馆 图书馆的一位魔女接待了他们 得知格雷姆想寻找人类的线索 就想到一本记录人类的传记 就带带了人去书架寻找 然而那个位置并没有所谓记录人类的书 几位记录里也没有被借走的记录 魔女就知道 肯定是被自己的书虫姐姐带走了 变得他们来到了一间杂乱的书库 正在那里吃点心的就是书虫 书虫还是第一次见到格雷姆 激动的围着她打量 魔女连忙阻拦 并且说明了来意 但这里的书太乱太杂了 格雷姆和索玛丽也帮着寻找 就在这时 索玛丽看得了那本复合特征的书 一边招呼一边伸手拿了下来 没想到书上附出的液体 居然在空中幻化中类体挑古鱼 以凝聚形态 却想攻击索玛丽 幸好注重姐姐及时出手 这种鱼是专门吃书的 也是他们魔女的天敌 说着两个魔女施法 将房间里的吃书鱼尽数消灭 结果下一秒 又不知道从哪钻出来一群 在空中呼吁成一只巨大的吃书鱼 那条鱼死死盯着索玛丽怀里的人类传记 格雷姆就让她先把书放下 可索玛丽说什么也不愿意 想带书逃出这件书库 就跑得太快 一不小心跌倒 书也摔了出去 指书鱼立刻留着哈拉子追上去 口水流到书上 上面的文字瞬间消失 就在指书鱼还想继续攻击苏玛丽的时候 格雷姆终上前挡在她面前 本就脆弱不堪的身体又碎了一些 一击就让指书鱼消灭 可那本书也被毁得没法阅读了 不过格雷姆还是那句话 只要苏玛丽没事就好 这时书重灵机一动 只要找到曾经借阅这本书的人 说不定对方还能记得一些什么 魔女立刻翻着戒约记录 发现最近一次戒约的 居然是图书馆的馆长 格雷姆和苏玛丽 只根据书重给的地图 来到了图书馆的禁地 否则守护禁地的魔女 立刻发现了他们的踪迹 刚想阻拦就听见里面 出来馆长的声音 说要放他们进来 格雷姆就问馆长 还记不记得赫莱索的传记 万万没想到 写下这本传记的就是馆长本人 馆长还告诉他们 是他将人类逼入了死地 很久很久以前 馆长的祖先朵拉 也是一个小魔女 有一次她被一阵狂风 卷到了人类的村落 并在那里 渡过了一段很快乐的日子 村子里还有一只 名叫赫莱索的格雷姆 格雷姆提供朵拉 希望不能暴露 自己魔女的身份 因为人类是非常弱小 而胆怯的种族 接受它的存在 只是因为它是森林之神 幸好魔女 长得个人类比较像 朵拉就围住着人类 在村子里生活了下来 在此之间 赫莱索一直在帮她研究风向 只等有一天能送她回家 朵拉还在这里 交到了一个名叫米亚的朋友 作为人类小女孩的她 也受到了村民的优待 很快她脚伤也延好了 就等着明天早上 乘风回到故乡 可朵拉好不容易 跟大家关系变好 领主的时候 居然有些依依不舍 米亚也过来问她 是不是明天就要走了 或者警救她 一直留在这里 就在这时 村里也传了铃铛声 原来是一群村民 抓住了一头双头一族 那条双头龙口吐人言 表示自己并没有恶意 希望村民能够放过她 可无知在来的畏惧心里 还是让村民对那头龙下了杀手 看到这一门的朵拉 忍不住心生恐惧 担心自己也会遭受同样的遭遇 又一个人跑到了悬崖边 村里的人担心她 就派人出来寻找 很快米亚就找到了她的朵拉姐姐 朵拉却问 如果我是一族 你会怎么做呢 听到米亚回答 她是不会跟怪物做朋友的 就在这时 一阵旋风吹过 居然把米亚吹落了悬崖 周围的村民听到声音 也赶紧跑了过来 可他们也无忌可食 眼看拖着米亚那根树枝 就快要断了 无奈朵拉 还是在中人面前 暴露了自己的身份 骑着扫帖飞下去 把米亚救了上来 而她的救命之恩 并没有让村民就此打消 对羽人族的厌恶和畏惧 纷纷叫嚷着杀了她杀了她 连赫莱索都没办法 再帮她说话了 只能看在她救了米亚 一名的份上饶过她一命 让她立即离开这里 这原本也是他们的计划 朵拉就骑着扫帖 随风而去 但昨晚收购不可怪物 做朋友的米亚 此时却大喊着追了上去 大声喊着 朵拉姐姐是我的朋友啊 后来朵拉回到了母女之孙 并且成为了馆长 这件事口述给了下任馆长 并且要求千年七星内 不得成书 因为当时的人类 和他们互相理解 还需要很长时间 然而现在这位馆长就不听劝 还是将她写成了书 之后又经历了其他巧合 最终将人类推向了灭亡 所以馆长一直很自责 得知苏玛丽是人类后 就让她来到自己的身边 摸了摸那个小手 问她害不害怕他们 苏玛丽连忙回答不害怕 还说她有很多朋友 这下馆长终于放心了 她相信人类和一族 终有一天能够和解 同样也会产生 心心相忆的羁绊 告诉格雷姆 如果想寻找人类的话 就去天涯海角 那里或许还留有他们的后代 吃完之后 就心满意足地化成蝴蝶消散了 离开图书馆后 格雷姆和苏玛丽 就又踏上了 前往天涯海角的旅途 这一天 他们在森林里 发现一栋树屋 里面并没有人 应该是专门采集树月的 竹木人的小屋 打算在此借住一晚 看着地图上 天涯海角的位置 格雷姆就担心 自己的身体撑不到那里 这时苏玛丽 在房间找到一本菜谱 请求格雷姆念给自己听 结果越听越馋 非常完美 简直好吃到 苏玛丽喜阳落泪 而且这也是他第一次 吃到格雷姆亲手制作的料理 结果吃着吃着 发现牙齿有些冲动 刚先跟格雷姆说 格雷姆就听到外面 传了一些动静 离开让苏玛丽安静 温温没想到 来的人居然是静野和巴助 他俩也是过来避雨的 看到是老熟人 苏玛丽就把蛋糕端出来 热情地招待他们 第二天 几个人还结伴同行 但苏玛丽却感觉有点怪怪的 他不知道牙齿松动是怎么回事 也不敢告诉格雷姆他们 只能在静野递过来 临时是人痛拒绝 和他们接下来到的城镇 是一个充满杀气的村落 这里是灰色地带 烧杀强掠是常识 静野听说 这镇上有很多齿牙师 所以想找他们讨教一番犯人 所以齿牙师 就是专门医治牙痛的 专业牙科医生 刚好跟苏玛丽的毛病对上了 再一秒 他就听到巴主说 被虫柱的牙齿只能拔掉 苏玛丽忍不住心生恐惧 可惜还是得跟着静野 他们来到那家牙科诊所 大名鼎鼎的齿牙师 居然是一只小老鼠 他很热情地为静野 讲着治疗牙齿的各种方法 苏玛丽虽然还没亲身经历 就已经感觉到 自己的牙齿阴影作痛了 坚决不能让别人知道 自己的牙齿出了问题 那格雷姆还是敏锐地察觉到 他有点怪怪的 于是为了躲避格雷姆的检查 苏玛丽慌不择路地开始逃跑 一头撞到了别人身上 这几个恶霸就开始讹人 把他们身上所有的钱 都掏去了作为医药费 殊不知 在城的几位 除了苏玛丽都是炼家子 三两下就有他们撂倒了 而在苏玛丽跑的时候 一不小心摔拍在地上 居然把那颗 晃晃悠悠的牙齿给摔下来了 只好拿着牙齿 哭着问格雷姆怎么办 刚刚那个齿牙齿说 牙齿掉了就再也长不出来了 只有静野是个明白人 他知道 这只是小孩子的普通患牙而已 说着又打他们回到诊所 让齿牙齿检查了一番 齿牙齿让苏玛丽不用担心 他的牙齿非常健康 说着还把苏玛丽得的第一颗乳鸭 给了格雷姆当纪念品 他们正在履行 行李自然是越来越好 所以格雷姆一开始是不打算要的 可在递给齿牙齿的时候 又忍不住改变了主意 还是把那颗牙收了起来 不知不觉到了晚上 格雷姆他们走在街上的时候 又遇到了白天的恶霸之一 但这一次 恶霸是想请他们帮忙的 说想请他们给自己的旅馆的保镖 作为报酬 就让他们免费住 自己在郊外的小房子 就这样 格雷姆他们有了落脚的地方 晚上靳也纠结了一会儿 还是问出了自己的疑惑 其实苏玛丽是人类吧 听上去并没有什么恶意 格雷姆也放心的 把他们的事情告诉了靳也 他作为森林守护者 发现了独自一人的苏玛丽 原本是打算将他作为义务排除掉的 可苏玛丽开口就喊了他一句爸爸 之后不管走到哪 都跟在他屁股后面 不知不觉 格雷姆也接受了苏玛丽的存在 并决定将他还给人类 缩胜无几的时间里 踏上了旅途 靳也听了之后 就要去检查一下他的身体 发现表皮比上次看到的更少了 而且内部肌肉也开始断裂 也在不断的流失 在一个月之前 关节也变得嘎吱作响 格雷姆知道 自己很有可能撑不到 帮苏玛丽找到人类父母 就希望在自己死后 能把他托付给靳也 靳也毫不犹豫的答应下来 但他知道 格雷姆肯定希望 亲自守护在苏玛丽身边 第二天一个大早 格雷姆和巴助助于当保镖 靳也就带着苏玛丽留下来看家 外面已经飘起了鹅猫大雪 吃饭的时候 靳也问苏玛丽等会打算干什么 以前他都是跟爸爸一起玩的 现在爸爸不在 他想趁这个机会 帮爸爸做个小礼物 感谢他一直以来的照顾 但是画了一天 也没画出个现要的肖像画 直到第二天继续了 第二天 店长的妻子 还帮他们送来了一些物资 看到苏玛丽好像在织什么东西 得知他要给爸爸送礼物 就提可以织希特的线绳 这种线绳是市面上 售卖的常见礼物 也被称作幸福手环 在制作的过程中 要祈祷对方的幸福 说着店长的妻子 还亲自教苏玛丽如何制作 看他这么乖巧 就忍不住抱了一下 不过这种线绳一天织不完 所以明天太太还要过来 苏玛丽和靳也 为了给格雷姆惊喜 并没有把这件事告诉他们 殊不知 这个店长妻子 并不是什么好人 他如果白天的接触 就已经确认 苏玛丽就是人类 并把这个情报 带给了其他的恶霸 到了第二天 店长妻子 得着格雷姆 他们明天就要离开了 就摆出一副关心的姿态 告诉他们 自己知道一条安全的路 也方便他们带着苏玛丽离开 而今天的工作结束后 格雷姆和巴助 又在镇子上采购了一些必需品 路上还看到了一件可爱的衣服 不过其实格雷姆盯上的是 旁边那件愁愁的黄韩服 两个人一回家 苏玛丽就把这一天 好不容易编出的线绳 递给了格雷姆 没事的格雷姆 也掏出一根线绳 这是他在镇子上买的 这两人真不会是妇女 连送礼物都能送到一块去 两个人互相帮对方带上线绳 趁着在这里的最后一天 一起出去打了个血仗 当然主要是 静野和苏玛丽两个人在玩 最后他们又一起 堆了一大一小量的血仁才回屋 然而就在这种人入室的时候 格雷姆突然发现了 前来猎杀苏玛丽的那群恶霸 离一个回屋 把静野他们叫醒 说猎杀人类的一族过来了 八族还在那一脸懵逼 猎杀人类关我们什么事 说完后再反应过来 意识到苏玛丽一直隐藏了自己的身份 就去问他自己的点心好不好吃 苏玛丽赶紧诚实表态 好吃以后也想吃 光是这句话 对八族来说 就已经足够让他保护苏玛丽了 于是他一个人出去引诱恶霸 其他人在趁机逃跑 逃跑路线 正是店长太太给他们那条 所以几人又在洞穴里遇到了猎人 格雷姆只好抱着静野和苏玛丽跳下悬崖 这让他原本是强弩之魔的身体 坏得更厉害了 好在很快躲开了这边 几个人刚走了几步 就遇到了店长太太 店长太太解释 他忘了桥已经断了 所以特地送来一张新的地图 等走到一条岔路口后 给他们指路 前方就是出口了 等三个人走进去 就立刻按下机关 一道铁门将他们关了起来 格雷姆这才意识到 原来这些人是一伙的 格雷姆倒是能破坏牢笼 各自的身体也会再次被破坏 为了留出更多的时间 陪在苏玛丽身边 他还是决定暂时按兵不动 店长太太让其他猎人前去准备 自己则趁这个时间 给他们讲起了故事 说是一两百年前 他也是个孩子的时候 一群人类悄悄住在他们附近 不过双方互不干涉 在各自的村庄平静地生活着 直到有一天 一个人类小孩被野狼袭击 他的一名村民 就拼上姓名救了那个孩子 还亲自把他送回家 结果对方一看到是个异族 立刻套墙射杀了那个人 类似的事情发生了不止一次 仅仅是因为种族不同 人类就能做出这样残忍的事情 再后来战争爆发了 店长太太这些人也明白过来 并非所有种族都能和平共存 只有一直欺压人类 他们才能安全地生活 所以人类被贩卖 被杀害被吃掉 都是具有自诩的自作自受 说着店长太太哼唱起了一首歌谣 唱的就是人类如何残害异族的事情 而这位歌谣 索玛丽也曾在齐齐拉那里听说过 进完故事后 其他人也做好了准备 要开始分发战利品了 这么每个人都擅自定下了 索玛丽身体的一个部位 很快牢笼被打开 竟也挡在索玛丽身前 且要告诉那些人 就算人类真的做了很多错事 可索玛丽也是无辜的 结果是被猎人一拳打背 格雷摩只好准备亲自动手 没想到刚收着手 那条小臂就直接脱落飞了出去 他的身体也随之倒下 看到他这样 其他人再也不怕了 拎着索玛丽就准备分食 看到这一步的格雷摩 直接用尽全部力量站了起来 还变成了这幅恐怖的模样 在他胸前闪烁着红光 那是燃烧生命的象征 他将体力的热能和星晶元化为一枚炮弹 将炮弹射出去之后 格雷摩发出了低沉的嘶吼声 其他人吓得赶紧逃跑 但格雷摩已经定下了目标 是要歼灭他们 跑得最慢的 店长太太就被落下了 在格雷摩准备对他下厮守的时候 居然是巴主冲上来 将店长太太救走 一边抵挡 一边朝格雷摩大吼 别让你最重要的人 看到你这一份模样啊 可格雷摩还是杀红了眼 连巴主的话都不听了 最终还说索玛丽亲自挡在他面前 他不希望爸爸伤害别人 格雷摩就朝他伸出了手 索玛丽知道 爸爸一定不会伤害自己的 他只会像冰尘那样摸摸自己的头 终于格雷摩恢复了神志 才刚摸了一下他的头发 就再次倒了下去 再次苏醒时的森林里 索玛丽就趴在他身上 一看到爸爸醒了 就开始挖挖大哭 金也和巴主也从树后走了回来 格雷摩的身体还是他们帮忙爆炸的 不过那条手臂是再也回不来了 但索玛丽又把那条线绳捡了回来 绑在另一个手腕上 这个人默契的没有提醒格雷摩的身体状况 以及他暴躁发狂的事情 可金也还是敏锐地察觉到 他另一只手也不灵活的事情 晚上就单独出来问他的身体状况 格雷摩告诉他 自己除了体力组织的损伤 视觉听觉也出现了障碍 身体行动愈加受限 照这样下去 要不了多久就会停止活动 金也表示 不论他做何选择 自己一定会全力支持他 几天后 四个人来到了新的城镇 刚好赶上这个镇子的收获季 镇子上还扮起了热闹的祭典 格雷摩也不再拘束着玛丽 阿珠就把他抱在怀里一起观赏 看得开心时 苏玛丽就要回头分享给爸爸 结果发现格雷摩不见了 金也意识到 格雷摩就算还是选择离开苏玛丽 就告诉他 格雷摩可能不会再回来了 听到这句话 苏玛丽脑海中 瞬间浮现起了过往的一幕幕场景 立刻跑去想要找到爸爸 他跑到了森林 独自一人翻过了巨子的树干 可不小心还是摔爬在地 可看着手腕上的线神 还是勇敢站起来继续寻找 终于在河边找到了格雷摩 而格雷摩却无情地阻止他的接近 并且告诉他 今后他们没办法在一起旅行了 苏玛丽不管不够地扯着爸爸的衣服 会被格雷摩一把掀飞 表示自己继续带在他身边的话 很可能会再次失控 让他陷入危险之中 所以就此分别也是为了他着想 苏玛丽还是不一 没有爸爸 他会是寂寞的 难道爸爸不会寂寞吗 格雷摩还想用格雷摩没有感情搪塞过去 但他过去那些表现 可完全不像没有感情的样子 他终于看清了自己的内心 他想作为苏玛丽的父亲 和苏玛丽在一起 哪怕要与全世界为敌 这就是他唯一的心愿 最终父女俩再次约定 他们今后也要一直在一起 即便会为灵魂 也要永远在一起 而这趟旅行还远远没有结束